大家好 我是阿里元璇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符波阵前1 骑场520 生霞105 蝴蝶84 飞猎手35 潮汐174 符波阵前2 骑场537 生霞108 蝴蝶88 飞猎手35 潮汐176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霞骑场香 宝香飞猎手 潮汐至1缝隙生蝶蝴蝶 好 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这个怎么描述啊 古北地右上角 这一个锚点 好 到这里 把四条转到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过来有几棵树的这里 旁边这里有个罐子 把这个罐子打掉 里面有一只细生蝶给它摸 摸一下带回去 好 那这只蝴蝶到位 再把四条转到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又是一个罐子 把这个罐子打掉 里面一个 里面还是一个蝴蝶 好的 这个蝴蝶到位 西南方向地图躲在角 这边 这里 最后一个罐子 打掉 把蝴蝶送回去 好 这边出现一个生霞拿到它 拿到它之后 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 直到前方断裂桥的肩上 好 这里是一个解密 俄罗斯方块 好 俄罗斯方块 我们这里有六块 一共有六块 我们看到前方第一排中间的一个 捡起来 然后我们旋转三下 放到右下角 好 然后是右手边 第一排最右边这个 捡起来 这里旋转 一下 两下 三下 放到右上角 好 然后是第二排的 左边一个 这边用这个我们旋转一下 然后放到左下角 放到左边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 基准翔翔 拿到它 接会排行 然后它就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 直接往前飞 前面有一个解密 好 爬上平台 好 这个解密的话 我们来到双头这一个这里 好 捡起双头这一个 放到这个位置 好 注意看我的视角 然后旁边这个山头的 放到这里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旋转一下 好 放到这里 在前方这一个 捡起来 放到这个位置 旋转一下 两下 三下 好 这样我们解锁 其他这样拿到的 朝牢猪 拿到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过去把某点开一下 好 开了某点 旁边有一个文字挑战 来做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边完成之后 捡起这三个箱子啊 好 那捡起来这三个箱子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再 一直跑到悬崖边 最远的 最远的这一个 脆弱的石头 这个石头啊 把这个石头砍碎 里面是一个基准旗山上 然后拿到这一个旗山项 然后再把视角 转到我们的 南方向地图下方 走到悬崖边 然后跳下去 跳起来 好 跳起来 在我们的右手边 西南方向地图一角 这边有条路 跳到这条路上 好 沿着路往下走 有一个潮溪之夷 在这啊 我们来把怪清一下 好的 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潮溪之夷的奖励 起用 拿到奖励之后 继续沿着这条路 南方向地图下方往下走 继续沿路往下走 带我们左侧啊 路的左侧 有那个 控物 炸石头那个 好 注意在这个位置 我们过来拿到 拿到控物 好 拿到控物 然后把四条转到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给它炸掉啊 里面一个朴素起床箱 捡起来 有机会排床箱 捡起来 这个起床箱啊 四条转到我们的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前走 一直往前 在前面这里有很多的怪 狗熊啊 和这个什么人形怪在打架 然后在我们 他们他们的旁边啊 这边三根 散到这个墙根这里啊 一个脆弱的石头 再打掉 好 拿到这里面的 挖掘一下啊 打掉之后挖掘一下 拿到这个朴素起床上 拿到之后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这边走 好 这边绕一下跳下去 这里有个荆棘 好 那这一个荆棘 然后四条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它的炸药在这里 捡起来炸药 回去把荆棘炸掉 好 里面是一个基准其长箱 来拿到这一个基准其长箱 那拿到这一个基准其长箱 我们再把四条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 前方这里有一个房子 房子的一层啊 正前方这里有个洞 从这个洞进去 进去之后往左手边看 一个朴素起床上 捡起来再来收获 好 那捡起来这一个朴素起床上 我们再把四条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好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建筑啊 这个建筑的顶部最高处 整个建筑的最高处有一只蝴蝶啊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那我们爬一下 好 然后从这边这里往爬 从这位置往吧 好 再往上爬 回头继续往上爬 爬上来啊 整个这个建筑的最高处有一只蝴蝶啊 上来摸到蝴蝶 然后回头 南方向跌到下方 跟着它走 这里把蝴蝶先送过去 好 送过来这边出现了一个生虾 我们拿到这个生虾 然后旁边的锚点打开 好 那开了锚点之后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我们走过来跳下去 这里有一个脆弱的石头 打开打 里面一个朴素其上项 我就捡起来之后 先爬回去 捡起来之后先爬上来 爬上来 东方向地图右边 好 这边往前走 这边是一个解密 好 这个解密 我来到这个目标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石头 这个 这个什么玩意儿在这里 然后往我们的 西方向地图左边 把这个项子给大家推过去 好 那现在它去到 我们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 还是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给大家推一下 好 接下来跑过来 往目标方向 再推一下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基准其上项 酬劳 捡起来这个基准其上项 然后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走到悬崖边 悬崖边有一个射击训练 我来做一下 好 这里我们回头 拿到这一个 基准其上项物竞期 拿到这个其上项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走到悬崖边 跳下去 走到悬崖边啊 我还跳 正下方有一个 河豚挑战 好 来做一下这个河豚挑战 这边是往下走的 好 直接来到终点 到终点这里出现了一个基准其上项 捡起来 酬劳之外 捡起来进一个其上项 东方向地图右边 有一个射击训练 好 这边 过来 开启这一个射击训练 好 来打一下 好的 拿到这一个 基准其上项 而排枪用场 拿到这一个其上项 然后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跑过去 那边有 空物 好的 捡起空物 然后把射凉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这边过来 把这个石头给它炸掉 里面还是一个空物 跑过来 跑过来这边这里顺 顺手清一波怪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基准其上项 拿到之后我们再回头 回头拿空物 拿到空物 把我们的北方向 北方向就是上方 石头给它炸了 里面还是一个空物 这边跑过去 跑过来 捡起这个空物 捡起来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 这边那个石头炸了 里面是一个生霞 拿到塔 拿到生霞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 好 这边我们 呃 跑到 跑到刚才这个 箱子这个平台 然后把石头转到我们的 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基本走 好 这边跑过来 前方这里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来的 潮汐自宜 好 来清一下怪 好的 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潮汐自宜的奖励 又开始用场 拿到奖励之后 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 这里有一个阴障仪的挑战 来打一下怪 好 那挑战完成 拿到这个精密奇藏项 木槿拿完这个奇藏项 那我们这一批就结束了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好 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浮波正前左下角 这个中书星雕 到这里之后 把石头转到 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这条路 走出来 左手边注意看 左手边这里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这个箱子 箱子上面有一个 空物捡起来这个空物 然后往我们左手边 西方向地图左边楼梯 走上来走一层楼梯 好 接着吧 丢到我们前方这个房顶上 丢上去 直接丢上去 丢到房顶上 然后我们爬上房顶 爬上房顶 然后捡起空物 往南方向丢下方 继续往上丢 继续给它丢上去 好 然后再爬上去 好 爬上来 然后上来啊 这边是两个压力机关 来 诶 两个都给它放上去 好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长项 有机会排行 拿到这个奇长项 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我们跳下来 跳下来 在山崖下 这边有一个 空物炸的那个石头啊 这里我们再先来到空物的地方啊 这边两朵花旁边 这里是空物 好 那炸那个 石头在我们的北方向 就是上方上面那个平台啊 这里我们爬一层 爬到花的 花的这一层 青芬草这一层 然后回头 好 站在这里 给它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 我们再 控制一下啊 瞄准一下 这边我们丢上去 好 然后上去就会炸开了 炸开之后 上来拿到这个宝箱 物尽其用 好 那拿完这个箱子之后啊 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要爬上去啊 从这边这里往上爬 旁边啊 不要从瀑布旁边啊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光滑的这里啊 这一双帕 好 别激 回复体力继续爬 好 把上来在我们的前方 这边是一波怪 我们来把这一波怪 给打清掉 好 当我们切完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 基准其他伤 酬劳 拿到这个其他伤 西南方向低拖 爬脚低拖 在前方 这边一颗生霞 好 飞过来拿到他 拿到这一颗生霞 稍微往右转一下四角 在前方这个营地 这个营地 这边这里有个帐篷 西南方向低拖爬脚 这边这里帐篷 底下一颗生霞 拿到他 然后他这种南方向低拖下方啊 可以绕一下 这边是一个 这个什么解密啊 这里有个四头的 我们先拿起这个四头的 丢到 丢到他旁边的这个中间啊 好 再丢一个 丢下来 然后这个三头的捡起来 捡起来 丢到他旁边也是中间 旋转两下 丢这里 接下来是两头的 两头的丢到这个位置了 单头的 角落里 这样 解手 这一个旗堂象 拿到他 拿到这个旗堂象 我们再往东方向低拖辩 这边过来 一波怪 我来把这一波怪清掉 那我们切完怪 拿到旁边的基准旗堂象 我就拿到这个旗堂象 然后把 这个枪手角色调出来 东方向低拖辩 有一个非猎手 这里来偷袭一下 好的 拿到非 非猎手之后啊 拿到非猎手之后 我们跑到非猎手的位置 跑到非猎手的位置 然后四条转到 东南方向低拖右小角 这边跳下来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夷 好 来清一下怪 好 让我们切完怪 拿到这个潮汐之夷的奖励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奖励 东北方向低拖右上角 这边爬上去 好 上来这里有一个跑酷 好 来做一下 好 飞起来 赤脚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过来 吃这个什么光点 好的 挑战完成 拿到这个基准池道像 拿到之后 打开地图 传送回到 中枢性标 最开始的中枢性标 传送回来之后 把尸条转到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爬上去 爬上来 在我们旁边 有一个跑酷的挑战 来做一下 在我们旁边的角落 也会怕 我们旁边 在我们旁边的行动 需要把尸条转到西方国喔 ilan 西方公司 公司 理由 去哪里 去哪里 相伤 oplanion 好,这里过来是一颗生霞拿到塔 拿到这一颗生霞 我们再把石榴转到我们的东方向 就刚才挑战那里 刚才挑战的地方 现在来到刚才挑战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再往东方向地突变 对面这边有一个射击训练 在哪,在上面 满个下吗?登上平台 行 不让爬 不让爬 那刚才那个 刚才跑酷的那个什么训练 好,旁边上来 这里再来登上平台 好,我这边开始打吧 啊 哎,还有吗? 好吧,那出现了箱子 我们过去拿 这个奇唐象 拿到这一个金米奇唐象 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放 这里我们爬上成枪 爬上成枪 低头 这边一个飞猎手 掏出枪手决策 突袭 好,那打到这个飞猎手 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放 跳下来 走到前方悬崖边 悬崖边有个钩子 勾过去 好,在对面有一个潮汐之夷 好,来清一下怪 好,那清完怪之后 这边没解锁的话 我们去拿这个 南方向地图下放 然后来揽 拿空物 然后回头把这个 石头也来炸开 里面一只怪 把这只怪一起清掉 好,现在就解锁了 我们拿到这一个 潮汐之夷的奖励 拿到之后 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touch 这里又是一个射击训练 好,来打一下 好,在那边出现了一个基准 基准墙伤 过来拿到它 酬劳之外 拿完这个其他箱之后 打开地图 我们回到这个中书性标 好,回来之后 再往北方向 就上方这条路走出来 抬头看 在这边有一个断 断桥 在这个断桥上有一个 那个叫傻来的 潮汐之夷 我们走到断桥底下 走到断桥底下 右手边这根柱子这里 然后把石条转到 东方向地图边 在这里 站上这个 比较高的这个石头 好的 然后再往西南方向 地图爪脚跳起来 冲刺勾索 好,然后爬上来 落到断桥上 这边一个潮汐之夷 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夷的奖励 西北方向地图爪脚 有一个基准七堂香 飞过来 旁边一个脆弱的石头 给他打了 这是一根柱子 那 这里第一根柱子 第二根柱子的话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 西南方向地图爪脚 往右手边稍微绕一绕 绕一绕 就能看到在这个 桥的 桥的这里 这里是第二根柱子 好的 然后我们捡起 旁边西北方向地图爪脚 这个空物 那再往西北方向地图爪脚 这边走 这里就是 第三个柱子 这个 石头里面 A 好的,最后一根柱子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下角 好 打敲 打掉 四根柱子打了 来拿到这个基准其他项 有机会排行用 拿到这个其他项 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是一个潮汐之宜 好 清一下怪 好的 那我们七万怪之后 拿到这个潮汐之宜的奖励 欸 仇老中 拿到奖励之后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爬上去 爬上来 在前方这里有个洞 在洞口有一只 这个叫什么 细生碟 摸一下蝴蝶 把蝴蝶送进去 好的,那蝴蝶送到位之后 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右边RN 绕过来 南方向地图下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金色的潮汐之宜 好 三只熊 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这个潮汐之宜的奖励 请用 拿到潮汐之宜的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四条转到我们的 北方向地图上方 北方向地图上方 从这边 这条路 往外走 这条路走过来 沿着这个土路 一直往外走 左拐 好,这边一直走出来 有一个分岔路 一直沿走 沿着路走出来 有一个分岔路 再右拐 这边上去 这边上去 上去有一个潮汐之一 好,那我们来把这一波怪给它清掉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记的奖励 有机会排场用场 拿到奖励 西南方向地图左拐角 这边往前走 沿着土路一直往前 不拐弯啦 沿着土路一直走 一直往前走 这边左手边有只熊 熊的旁边有三个朴素其他项 酬劳之外的守护 拿到这三个朴素其他项 再继续西南方向地图左拐角 这条土路 继续往前 不要拐弯啦 这边走过来三只蜥蜴 好了 来,清一下 好的,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基准旗条上 悟无尽其 拿到这一个旗条项 东南方向地图狭角 上去开锚点 好的,开了锚点 西南方向地图左拐角 掏出枪手角色 掏出枪手角色 走到这个悬崖边 然后 偷袭一下前方飞猎手 好,拿到飞猎手 然后再去到飞猎手的位置 好,然后回头 这边这里有一个空物 捡起来空物 前方的这个石头 来炸铠 好,另面一个朴树奇长巷 开启它 要个拍场用 开启它之后 西南方向地图左拐角这条路 往下走 前面一个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那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然后之外的时候 拿到这个奖励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这个oscope 是啊 对 那边 中文字幕 没有 哦 感谢观看